美国官员表示全球最发达国家的领导人在如何防止全球经济重新陷入衰退问题上越来越接近达成共识 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萨尔科齐在内的八国集团领导人 星期五在加拿大多伦多以北的穆苏科卡举行会谈 奥巴马总统一直敦促各国采取措施刺激经济增长 而欧洲国家领导人则把重点放在财政节制 美国官员说尽管有分歧会谈还是产生了趋向一致的看法 预计八国集团和世界上主要发展中国家 星期六在多伦多召开二十国集团峰会时将就全球经济展开更多讨论 与此同时有关官员说包括伊朗和北韩在内的安全问题 预计将是八国集团领导人星期六举行第二轮会谈时的主要话题 领导人星期六举行